Xperia XZ2 Premium 現在正在大道城碼頭拍攝夜景 但是用手機都沒有辦法拍攝出清晰的影片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解決這個讓人困擾的問題呢? Xperia XZ2 Premium 擁有超高感光度的錄影能力 最高可以做到ISO 12800 我想請問一下老師 如果我們用XZ2 Premium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我們在低光源錄影的困擾呢? 在回答大家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反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人的眼睛可看到的ISO值閱率是多少呢? 手機可以做到的12800 我覺得人也應該更厲害吧 那我們就拿手上的這台XZ2 Premium 來實際測試一下吧 我們光圈是固定的情況底下 把快門設定在錄影的三十分之一秒 這時候我把ISO設定在1600 你看的畫面中的影像 是不是跟我眼睛現在所看到的真實場景的亮度是比較接近的呢? 嗯 真的耶 那我們再把ISO值推高到12800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現在手機能夠拍的畫面 是比眼睛看到還要更明亮的 這也就代表你在很多低光源環境底下 也許你連眼睛都看不到的物件 透過我們手上的SE2 Premium 就可以輕鬆的把它給錄起來了 像這樣低光源的環境下 老師會想請問一下 我們要怎麼在Xperia XZ2 Premium上 開啟超高感光度的錄影功能呢? 這一點很複雜的工作 其實工程師已經幫你想好了 只要在螢幕的左上角很像珠比的圖案 按下去 它呈現AUTO的時候 就代表它會在低光源環境底下 自動啟動超高感度的拍攝 那這個複雜的運作原理呢 其實它是怎麼執行的呢?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背後 它有兩顆鏡頭對不對? 但其實它設計是一顆彩色一顆黑白 黑白的鏡頭加入 其實它可以讓亮度跟它的解析度有所提升 那再把色彩的資訊填補上去以後 就可以讓你在高ISO的情況底下 依舊可以看到非常銳利的影響 在雙鏡頭的處理過程中 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晶片叫做OB OB晶片 那OB晶片呢 其實它要瞬間處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畢竟是兩顆不同平面的鏡頭 所以它的光軸可能會有所偏移 再來就是因為它也是在左右兩邊 所以它就像人眼會有視差一樣 所以要做視差的調整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要在單位時間之內 把所有的資訊融合在一起 所以在影片的處理過程中 它需要在拍時拍到結束的這個瞬間點 就要完成剛剛前面講的所有動作 所以這一點的話 完全仰賴這個最新的OB晶片 才能夠執行得這麼完美 我們可以看到呢 左邊是Xperia XZ2 Premium 然後右手邊呢 則是前代的旗艦機種 那想請問一下老師 我們這兩支手機 在錄影上有什麼不同的差異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XZ2 Premium的螢幕上面 這些欄杆的細節相較於前代機種 它有非常多的邊線 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的細節 是優於前代的 那我們再往遠一點看 可以看到 盒面上面的一個反光 在XZ2上面是可以看到光點的 但是前代機種它基本上是糊在一起的 那往上面看的天空也是同樣的 在XZ2 Premium上面的天空 是非常乾淨的 但是相對於前代 你會看到比較多的顆粒的干擾 所以整體而言 不管是遠景還是近景 在XZ2 Premium的表現上面 都是優於前代的表現 張老師平常呢 都是使用專業級的進材設備 來拍攝一遍 想問一下你這段時間 使用XZ2 Premium有什麼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嗯 我必須說 現在科技的進步速度實在太快了 對於很多的影視工作者 我們常常會遇到低光源 或者是高解析 或者是高動態的一個影像的拍攝 我們現在只要帶著XZ2 Premium 就可以在高ISO 1280連環境底下 拍到我們想要的一個素材 相信了大家已經學會 怎麼使用超高感光度錄影功能了吧 那如果你想要體驗Xperia XZ2 Premium的話 現在在Sony Mobile專賣店都可以直接體驗到喔 還有呢要記得訂閱Sony Mobile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